大家好,今天又邀請到軍武器人的Larry 和我們討論一些軍武國際關係的話題 今天的題目大概在我十年前上課就好像有提到超限戰的概念 以前我們說的概念都好像很遙遠 但近來有一宗很奇怪的北韓新聞,據稱有一些大殺傷武器研發簡 我聽起來就覺得很誇張,不像是北韓有能力做到 但又看看Larry怎樣看,不如請你跟我們解釋一下這次是甚麼一回事 大家好,說起北韓最近就說他們是有能力去做一個炸彈 炸彈應該是跟核彈有關係的一個炸彈 它會在海底引爆微型的核彈,其實都相信是一個微型的核裝置 然後就會觸發起一個海嘯,當然會產生兩個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個海嘯產生的規模本身就能夠覆滅 例如說可能一個海岸的城市,甚至乎在海中央裏面 可能你看到美國、日本或者韓國的艦隊也不足夠的 當然要製造到這個條件,有件事就是它究竟是甚麼移動的裝置 所以似乎這個不是純粹只是在海底引爆核彈的問題 而是它是需要有自家的動力去一個地區 一個指定的地區,精準地去到之後 然後大概在水面大概是200公尺左右的範圍 將它引爆,所以整件事上要做得到 第一當然就是本身是一個一滴的當量產生到海嘯 第二個就是它本身是一個核動力的裝置 但是第三個也是相當關鍵的 就是它有沒有這樣的技術能夠有這樣的動力去到一個指定的地區 而甚至乎這個地區也要距離北韓本土也要回到近遠的 起碼最少你要去到 例如說去到日本或者去到關島 甚至乎去到夏威夷 更甚至乎可能會去到美國的西岸或者東岸 地區其實才真正會帶來 我相信金正恩想說的那種戰力的威懾 是不是純粹要威脅南韓和日本呢 如果短期內的技術可能都只能夠滿足到這個條件 但是如果就這樣去認真去思考這個問題 從它一貫以核彈去威脅美國本土為例 我相信它會將這個武器去做一個極致 當然它會分很多個階段去做 不可能現在就這麼快去到這麼成熟的階段去到最後 當然如果我們再去做一個比較 有趣的是北韓有沒有這個能力呢我們先不說 這個可能性有沒有呢 其實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也都有一些美國的科學家是研究過的 包括研究在水底一炸的時候 炸到珊瑚都變了樣子 發覺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些什麼的效果 當時去做法國 要一次性地去產生這麼大的海嘯 在當時的技術都不是太可行 也是需要引爆大量的炸彈去出現這件事 但是當時就沒有想過用核彈的概念去做下去了 現代來說比較近這個概念 就應該是俄羅斯了 例如我們說普京 普京之前就命令科學家 要發展不同的核科 其中有一個叫核巡航的核魚雷 我們叫波塞冬 就是海神波塞冬的核魚雷 核魚雷是可以無限地在海下面做巡翼 然後就去攻擊附近一些它想攻擊的目標 這就是俄羅斯所說的核魚雷 而概念上似乎就和現在北韓這個最接近了 所以究竟北韓在技術上 第一會不會一個承襲至俄羅斯的傳統呢 例如我們說它的核彈 它們的核電廠等等 都是承繼至蘇聯的技術 有沒有可能 普京又再把這個核魚雷技術過了給北韓 就令到它有這樣的實力 可以去威脅美日韓這個同盟呢 後面當然又有很多政治操作 這個就要跟沈教授慢慢再談多一點 我先想請教一件事 先不理北韓的實力如何 其實整個計劃在現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掌握的能力 是不是可以做到呢 其實都頗困難的 因為如果你說要去做這個海嘯 先說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那個威力上去做到一個海嘯 第二個就是它要做到一個受控的海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說真的要在海底裏做一個海嘯 當然它要製造出來的爆炸的當量都要相當之十足 那麼要做到一個這麼十足的海嘯 以我們地球核彈來說 我相信要做得到 機會一定有的 尤其是來自一些美國 俄羅斯 一些比較成熟的核國家 其實你要在海底引爆一個核彈 去造成這個規模 就算一顆不行 你可以引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 一直引爆下去 做一個連環的效應 始終都會讓你積聚到那個效果 但是其實難度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你引爆的時候 究竟你怎麼可以精確控制到它的爆炸的當量 達到你預期的效果 甚至乎要去預期的方向 去預期攻擊到理想攻擊的部隊等等 這個涉及一個很精準的計算 以及涉及到科技等等的層面 執行的層面 這個就真的不是一般國家了 就是說去到美國、俄羅斯 甚至乎都可能會非常困難做到一個這麼精準的管理 第二個問題 就涉及到 你怎樣去將那個攻擊的位置設定 以及最後怎樣去執行 執行例如說我們說 美國如果真的已經有這樣的科技 那麼他想炸哪裡呢 他就想炸中國的海軍陸戰隊的總部 就是這個潮傘的地區 想將中國的海軍陸戰隊一網打盡 一個海嘯就將整個總部蓋上去 就令他無法攻台了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做法 他就要想首先他怎樣將那顆彈放在潮傘地區附近 好了 要計算數究竟去埋岸多少公里 就能夠產生到這個毀滅性的效果 衛視要多久 那怎樣不會被中國的海軍發現這件事呢 所以單是Simon來聽到這裏 你已經覺得 都真的困難重重的 你起碼先有一個科技 可以將你這麼大顆的彈 運送到這個地區 其實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頗困難的事 當然我們可以看法就是 那個裝置本身是屬於一個 自殺式的無人機 首先第一一定是無人的 第二個你可以去到現場去做一個爆炸 所以你去得到就可以 但是如果一個這麼大規模的核彈 在海下面去運行 大概200米即200公尺以下的距離去走過呢 其實就相當容易被人發現的 即是匿蹤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 他在沒辦法隱形的情況之下 帶著這麼大顆核彈周圍走呢 那麼這件事呢 那個政治的風險就相當大了 即是你都沒炸到去別人的對岸 其實你已經被人發現的話呢 那麼對方當然可以先發制人啦 他可以用其他方式去攻擊你本土先 攻擊了你本土之後 那顆蛋自然就沒辦法去再carry 或者是再想其他方法處理 所以你都沒攻擊到 即是你想攻擊的敵方 你都已經被對方發現去攻擊的 所以本身呢 他的執行上都有他的風險呢 政治風險呀 有他的安全風險存在了 其實我記得呢 在那些事件之前 不久了 中國兩位解放軍的 將領出了超限戰的書 裡面提過各式各樣的戰爭方式 剛才那種可能是生態戰的一種 或者是任何你想都可以用的 我記得以前有聽過一篇文章 就是說如果中國要襲擊美國呢 是可以炸了格陵蘭那些冰山 然後呢就等它水位上升 然後浸了扭入它 這些我們以前聽到 就全部都是科幻小說 但剛才我們說過的計劃 譬如你真的炸格陵蘭冰山 你不需要用彈 炸完之後可能真的會融了一大塊 然後可能真的水位上升 那真的可能會浸了扭藥的 那其實技術上 先不說道德 技術上是不是做到呢 技術上 如果中國真的有本事 在最後那個步驟 放到核彈下去 當然有這樣的機會 問題的技術 就不是它有沒有這支彈 或者炸不炸得到 有多少的當量可以炸到 技術它運不運到這支彈過去呢 就是那個問題 如果大家還記得 在60年代的時候 甘乃迪和克魯曉夫 都曾經很出名 試過一次叫做古巴導彈危機 當時其實那個問題就正正在這裏了 即是古巴它作為 在中美洲的地區 即是我們說在加勒比海的位置 插著美國心臟的地帶 蘇聯當時就借了古巴作為一個跳板 就威脅著美國整個東岸的全國 基本上都 威脅著它 就是我時時刻刻 我打你 我十分鐘就可以打擊到華盛頓的情況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當時你看到美國都立即去做了一個拆彈的情況 所以你說要做到一定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 中國怎樣去將它的導彈去攻擊 去到格陵蘭地區 就造成剛才Simon說的效果 當然你說可不可以由中國本土直接發射大量核彈 然後去攻擊格陵蘭 然後產生這樣 技術上也可以 但是問題的政治的效果很嚴重 就是我們說 當中國真的要發射核彈 例如我們說之前 他們已經 華盛頓郵報那些已經說過 他們很多篩路 就是我們說的那些導彈發射井 其實已經在不同的沙漠 包括在甘肅 清海 外蒙古 建了很多的導彈發射井 其實裡面就會放一些核彈去攻擊其他地方 是不是就會在這裡發射過100支的核彈去攻擊格陵蘭呢 可能成為沒有 但是你一定會被美國發現的 而且在你發射之前就已經發射 發射之前發現 當然美國的做法肯定不會 是立即發射反擊 他會立即有一個熱線 會打他 跟中國立即溝通 究竟你想發生什麼事 但是很不幸 這個熱線其實是不存在的 到這一刻都 變成了相當危險的情況 就是美國可能只有大概20至30分鐘的時間去預判這件事 層層上帝去到總統的時間可能都非常緊張 那麼到時究竟會怎樣預判呢 那情況就是可能中國是 未開始發射那百多支核彈的情況 已經被美國準備定一些報復的設施去攔截它所有的飛彈之餘 還要大量的核彈降臨在中國本土上面 這個我們就叫做 一個叫做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就叫做商戶保證毀滅 但是其實呢 因為美國和中國的核導彈的數量是相當不平衡 中國的導彈現在大概是捱著400支核彈 美國起碼有1700支是活躍的 還有一些收盲不容 所以那個核報復的力量來講就差很遠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最後的命運Simon就是 那百多支飛彈都未離開他家 就已經受到滅頂之災 所以如果要在中國本土發射就幾近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說如果可以用到潛艇在附近發射又不可以呢 除了中國現在的轟炸機 就是我們說它的轟錄就沒辦法可以飛到那麼遠了 轟二零這個軟程轟炸機 就說可以打到美國本土 我們都聽了差不多10年了 都未出現的 所以最實際始終都是潛艇 而潛艇呢 Simon說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究竟美國本土附近有沒有可能會出現中國潛艇呢 你又不可以說沒可能的 因為我們發現最近在赤道基内瓦 大家看地圖就會在赤道 非洲整個非洲角度的赤道附近 近西非的地方 有一個叫赤道基内瓦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地圖上找到黑木籠附近就有這個地方了 這個地方其實跟中國是朋友了 最近亦在港口 興建了中國的一些民用的設施 但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國去那裏做民用設施 很多時候就是屬於軍民兩用的設施 很快就能不能在上面擠一些中國海軍的東西 包括一些海軍的補給 一些碼頭 一些維修的設施 干船奧等等的東西 最後就可以擺潛艇航空母艦 如果你可以擺到潛艇在那裏 其實潛艇的隨時能夠攻擊到美國本土 說真的打到它 都是大概20多分鐘 亦都可以抵達到華盛頓的 這個情況 當然你再打格陵蘭也很近很多 所以其實去到到時候 可能Simon也不需要打格陵蘭的了 其實如果你去到非洲的西岸 直接打華盛頓就已經搞定了 所以其實剛才我們說到的陰謀論 可能都要隨著中國的國力的發展 那本書《超限戰》出的時候 可能中國還未談成這些交易 如果現在的交易這樣談下去 就包括可能跟阿根廷有個合作 會在麥哲林海峽附近 可能會建造一些碼頭 那裏又是會攔截了美軍在太平洋和大西洋 在南部的交流 所以這些全部戰略的企圖 某程度上 是比剛才那本《超限戰》的那本書 已經再走得前一點 所以這個範疇就是美國會開始擔心 隨著中國國力的發展 以前說的一些不可思議的超限戰 現在反而變成一些更加有可能性 就是執行起來的成功率 和執行性更加輕鬆的計劃 隨著中國國力的發展 這些計劃發展 其實比超限戰的書說起來更加恐怖 剛才Larry提過幾次 譬如說要搞到這麼大規模的襲擊 可能還是要動用到核彈的層次 但其實隨著科技的發展 是不是更加輕巧去做到這件事呢 因為以前我們比較少聽這些計劃 就是去到搞到影響氣候 影響到地形 那麼誇張的 但其實做出來可能比剛才說的方式更加容易 舉例 就好像在海底隧道放過炸彈 可能就已經可以稍微提高到水面 就已經可以淹沒了一些低瓦地區了 其實那個門檻是不是比一般人我們想像都要低很多呢 其實那個門檻看上去就好像很低了 例如你見北韓他們在閱兵的時候 他們都會拿一些裝彈出來 就說有一個裝彈的部隊 我們只要將他們化整為零 運進去我們想運進國家裡面 全部就用裝彈去攻擊當地 會為當地帶來一個很大的市政的秩序問題 擾亂了政府等等的東西 理論上 就是你運人進去做破壞都可以的 就比較荷里活的橋段都可以 但是你真是要打擊 就是在我們眼中就是有效 那件事是可以複製的 如果有複製有一個有效性 以及是估計得到的 始終都是我們說的常規和核武之間的轉換過程 如果我們這樣觀察 其實可能有其他武器是更加容易的 不過當然它用起來的門檻 可能就沒有三民港那麼低了 但是有效程度就會好一點 例如我們經常說的天氣武器 其實都是一個可能執行的東西 天氣武器 例如坊間這些都比較陰謀論的 就是美國有一個天氣武器的 天氣武器是可以打擊到其他國家 例如令到它山紅暴發 突然間的氾濫 或者非常乾旱 甚至乎會有地震等等的出現 很多的了 Simon你都可以在網上找到那些謠傳 2008年的民主地震 就是美國的天氣武器 這些說法當然是很難證實的 但是你說如果打超限戰 其實都不只是中國的 美國要發展上來 因為科技的底部夠厚 其實它都可以有很多古靈精怪的這些科技 就出來 例如我們說的費城實驗等等 其實都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實驗 是可以做出來的 視乎國家它想做那件事 但我們如果參考美國 為什麼好像美國又很少去玩超限戰或者其他的武器呢 因為對一個大國來說 其實這些古靈精怪武器固然就有出其制性的功效了 其實除了是令對方猜不到之外 其實你都令自己也猜不到的 你令自己猜不到那個效果多大的時候 你是沒辦法依賴這個武器的 例如我們用一個炸彈這樣 如果你用一個炸彈去攻擊對方 你是沒辦法預測到你的炸彈的落點的話 其實這個武器不是太可靠的 你看到俄羅斯就是這樣 所以它最後怎樣能夠達到它的目標呢 就是它要射很多支導彈 就務求它計算數學上的偏差 其實都一定會命中到那個地方 虛耗的資源和你當中的策劃就會更加複雜 所以為什麼美國會追求精準呢 它會追求那個份量剛剛好呢 除了效果好呢 當然也都截省資源 所以不要看少的 你說它發展一些不對稱的武器 其實有時候可能只是在虛耗自己國家的資源 自己不清楚 但是最後達到什麼的效果呢 也都是沒有人會知道的 所以這個也是大國之間 尤其是成熟的大國 他們是想極力避免的東西 因為它發展任何的武器呢 都要做一個很好的科學的理論的研究 做一個論證 看得到它的效果呢 是要做到差不多的 它不是只要你猜不到 而是我就算讓你知道 我的武器一躍行之有效 只要我的執行計劃沒問題呢 其實就可以了 就是一個穩穩陣陣的計劃呢 所以大家看到大國之間呢 有驚訝的武器固然也會出現了 但是如果是純粹建構於比較科幻式的 還有執行的上來呢 在它的角度 技術上還是相當不成熟的情況呢 很少會採納 以及大量投入應用 甚至乎拿出來做宣傳 不知道是不是 他剛才最初我們說北韓現在那個 我當作恐嚇先啦 其他國家 就假定它是沒有了道的 但是如果這個研判出現了偏差 會不會真的出現悲劇呢 會的 其實這個三文都問得相當好 所以很多國家聽完這個情況 就是我們分兩樣東西 如果我們一般平民百姓 我們會覺得真的不可能的 一笑之之就算了 第二天你都不理這則新聞的了 但是如果對於國家安全顧問的話呢 他們就不可以這麼看的 即國家安全顧問呢 是每一個的possibility都要拿出來研究 他們要開始去收集一些的情報 即是他們要配對之前在北韓那邊拿出來的情況 他們有沒有發展這種武器的傾向趨勢 發覺好像有 上次我們發現了 他們好像在核電廠裡面 在做著這類工作 在做著一些迷你推進的系統 或者他們在做著 那個核爆的數據 在結集中 尤其是對海洋的數據 他們會從不同的情報 蛛絲馬跡去砌這個故事 是不是在做著這件事呢 是不是在向著這個方向去做呢 在情報界 他們是有很多的工作 每天 每個小時 每秒都在做著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不可能是我們這麼輕鬆會得到的資料 情報 那這些就好像一個額子的腳 在水底的密密座 我們就看不到的 所以國家安全的角度 他們一定會考慮的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驚訝 可能根本這件事未說出來 如果是真的 可能美國都已經掌握了這個情況 原來他已經在做 甚至乎 這個消息 在他發放之前 就已經做了一個應對的策略 也不出奇 例如 在前面的潛艇部隊 他們已經 會在他附近的海域 更加強的搜索 當他一出現的時候 就馬上將他擊毀等等 也不出奇 這就有點像我們說冷戰的時候 美國的核潛艇 經常都會追蹤著 蘇聯那些滅國級的潛艇 基本上你一出港就跟 跟著你回港回去 沒有那個機會 就讓你可以發射到 滅國式的導彈 去攻擊美國 所以美國大家看到他 為什麼他是全球部署 那麼多基地 他所有的武器 擺在你門口 其實他就是 預料你有 古靈精怪的武器 都不要緊 總之我只要一天 我看到 我看到 我就有方法去防衛 所以其實 北韓將這個武器 說出來 固然就是有些不智 因為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武器 你是要 是我們叫做一個 tick and aback 就是令對方 是嚇一跳的 那個戰術 如果你未成熟之前說出來 很可能會被對方 扼殺了 所以你說出來 就令大家 在戰略上 覺得是一種 拋疾 就是對方的感覺 甚至乎 他已經成熟了 他隨時可以在一個 你猜不到的地方 就會出現 當然這個 美國他們都會立即去做研究 你說如果在一個 北韓 弱國 他要做一個 不對稱的戰術 不對稱的戰略 都能夠明白得到 但是似乎會不會是一個 大外宣 大外宣 甚至乎是要釋放一些 壓力 就是最近在南韓那邊 和美國 做大量的軍演 也是在 武肺之後 COVID之後 最大量的軍演 無論是韓國和美國的規模都非常之大 所以在這個層面 我們看到 其實金正恩面對外交壓力都相當大 甚至乎他不停要脅要試射導彈 最近也說 將他們的核彈頭微型化 可以裝在一些 很小的導彈上面 然後攻擊 例如南韓 日本 都會非常之成功 這些消息要不停製造出來 所以這次這個消息 可能只不過是他有 那麼多洋武器的成就 其中一項 都是聽下去 甚至乎是 最不可思議的一項 我們最後 問回一個總結的問題 這次 無論新聞 原因 成因是什麼 背景 是怎樣 北韓始終大家眼中 都是一個 不好正常的國家 他們經常做這些 都是 但是又不能夠完全 排除那個實踐的可能性 如果未來 科技進行一步發展 類似這些超限戰的招數 你想不想到他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海嘯 大家可能覺得很誇 但畢竟他鄰國 特別是南韓 非常之脆弱 最大的城市 在邊界旁邊 他要做這些改變自然生態的事 其實真的可以 有很多選項 他還有沒有其他放風 他想到什麼奇招 現在又可以公開的 我想他有什麼特別 很可能利用大自然 你說會不會有些像中國那樣支持 用氣球 用氣球 去運送一些 可能核廢料 裝彈 這樣的形式 然後 隨著氣流 大家發現 其實原來 你在北半球的氣流 你由中國那邊出發 最後 會過去 劉新群島那邊 接著 就會入加拿大 再去 北美 穿越 中國 做了一個 很好的示範 所以其實北韓跟隨便可以 說北韓能不能做到這些大型的間諜氣球呢 我絕對相信他有能力做得到 沒有的話 俄羅斯都可以給他 所以其實他怎樣跟俄羅斯去溝通 能夠得到這些資源去做 所以呢 我們能幻想到 例如氣球 氣球我們之前也幻想不到 可以 現代都還可以這樣做 另外一個就是動物 包括什麼呢 大型的動物 例如海豚 甚至乎鯨魚 或者其他的動物 都會有將他們做訓練 然後身上可能攜帶一些比較微型的炸彈 然後去執行一些攻擊的任務 那麼動物呢 我們見到 給人類去訓練 去做一些武器 歷史都很久了 海豚都會是其中一個 當然 海豚就未必真的可以攻擊到美國本土 可能他只能夠攻擊到 南韓 日本 或者最遠的可能 去到關島 都比較難的 對美國和他的盟邦 產生一些壓力 所以我們暫時能夠看到 都會在這些方面 所以剛才你這樣說 可能是 陸續有來 這些東西 我想平時我們 看的那些方言少少 就很多 可能現在 我們面對的新聞 大家可能以後不懂得分 就是這樣 我們以後可以再討論一下 其他超限戰的題目 因為自從90年代的書之後 其實有很多 所謂更新的版本 就叫做與時並進 那個誇張程度 是 一步 接一步 其實都值得我們純粹學術 討論一下 我們下次有機會 我們又再請教一下 今天先談到這裡 多謝Larry的分享 多謝Simon 拜拜 拜拜 拜拜